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我们只要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以后的话再把鸡蛋放在闪光灯处 看到没有是晶莹透亮的 说明了这个鸡蛋就是好蛋 要是有黑点乌黑浑浊的那就是坏蛋 第二个方法更加的简单 我们只要把鸡蛋放到水里面 要是鸡蛋是沉到水里面的像这样的话 那就是好的鸡蛋 要是浮上来的那就是坏蛋 第三个最通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我们拿着鸡蛋摇摇摇用耳朵来听 要是听的声音有水的声音 那就非常的简单能够判断出这个鸡蛋已经坏了 因为里面的东西已经浑浊了 好了今天的小妙招就分享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眼和朋友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